那我想首先介绍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第一位演讲者是徐向国教授 徐向国教授是浙江大学智冷与低温研究所的博导教授和副所长 那徐老师的很多内容大家可以在个人主页上 这大个人主页上看到我不展开介绍 那今天下午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徐老师来给我们介绍 他的一门非常有影响力的一门课是百万立方世界 那这门课大概在很多年前我们整个的师生团队都有关注过 我们实验室的很多的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 也都在积极的挤到这门课的学习过程当中 那这门课在浙大已经成为一门品牌课程 在我们族院在我们图灵班很多的同学都会为这门课投入大量的时间 那这门课是如何组织的 那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徐教授 有请 好 线上的朋友线下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的大会 我是来自于刚刚那个 我们来自于能源工程学院智能与低温研究所的学向国 非常感谢我们的孙教授跟我们的张老师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大会 那么我这门课程 就实际上我们能源工程学院也好 或者我的智能与低温研究所也好 它跟设计其实离的相对是比较远的 那么我们做的这个课程呢 百万里方世界呢 它也是偏向于比较宏观的 跟我们工业设计偏向于比较细节的design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呢今天我也想过来学习一下 就是我们在宏观跟细节处理之间 会有什么样一个交融 我的这个汇报的名称呢 叫做促进跨学科学习的项目师课程 在我来之前呢 其实我感觉这个项目师学习课程 是挺新颖的一种方式 然后刚刚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 就是说咱们工业设计这边的教学方式 基本上都基于项目师的对吗 会给到你们一个命题 说让你们针对这样一个命题去做设计 而不是像我们传统学科 是以知识门类来划分的 所以今天有些内容可能不算那么新 但是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学科出发 怎么样来看待跨学科这样一件事情 好像翻页有点缓慢 没有动静 OK了稍微有点慢 好像还没有 要不您帮我点一下 OK谢谢 那最近在各大媒体上面 最火热的关键词 莫过于碳中和这三个字了 对吧 但是这短短的三个字 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是你要切实准确的理解它的话 实际上是蛮困难的 首先它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环境问题 因为我们是要减少碳排放 但是随之而来的 好像还是不行 那随之而来的 它的背后就是 能源的大规模利用 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碳排放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我为了降低这个碳排放 而削减对能源的利用吗 那背后它关联的可能就是 我们的一个经济发展问题 对那这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 因为我们所有的经济发展 它必然会涉及到能源的使用 今天早上我才看到一个 非常让我震惊的一个新闻 就是江苏省跟广东省 最近两天都被中央约谈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能源消耗 不降反升 然后江苏省现在今天凌晨 紧急出台了一个措施是 全省中小型企业全部停工 强制停工 不允许开工 他们有些企业一天停工的损失 高达一百万 但是这个政府行为 他说为了降低这样一个 对环境的影响 他就实现了这样一个 强行的这样一个做法 所以这背后就说 这必然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另外我们要做到 合理的一个碳排放的规划 它肯定又涉及到 一个城市规划问题 当然也涉及到了法律问题 其实刚刚那样一个 规章制度 就是法律的一部分 最后它还涉及到了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块会有什么影响呢 比如说我们在能源领域 我们希望去推动 这种被动式的建筑 就它是非常的节能的 但是往往在中国的 这个国情下面 很难去推展发展 就是说为 因为我们的老百姓 都喜欢开窗通风 喜欢去晒衣服 晒被子 对吧 但是被动式的建筑 它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 它虽然节能 但是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 它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观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短短的三个字 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它 甚至要能够反思它 去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的话 我们必须是从这种 多学科综合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传统的教育 是否真的能够 给到学生这样一个能力 或者说在传统课程里面 我们是如何讲解 能源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本科专业 叫做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那必然要讲能源与环境 但它又脱离不了社会 那我们传统是怎么讲呢 先是介绍各种能源 比如说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接着开始讲新能源 太阳能 风能 核能 生物质能 潮汐能 低热能 这些能源讲完之后呢 开始讲环境问题 对吧 节感焚烧 雾霾问题 sorry 然后核废料 水污染 这些污染讲完 在最后抛出几个关键词 碳交易 碳达峰 碳中和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同学们的脑海当中 他们上完这些课程之后 他们的知识图谱的分布 就像这张图上面所显示的一样 是没有任何内在的逻辑关系的 我之所以选择不同的字体 来表达这些观点 也是因为他们之间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关联 对吧 当你们学完 或者说当我们的同学 在学完这些知识之后 很可能他又全部归零了 并且这上面的很多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在信息 如此高度发达的社会 随手去网络上面搜索一下 都能搜得到 那这就给我们老师提出了一个挑战 说我们到底要交给他们什么东西 因此我们后来就引入了这样一个项目式的学习 它是以问题为导向来整合学习内容 以学生为主体来开展学习活动 以表现性的评价来促进学习 刚刚提到了 这个在我们传统学科领域 其实还是蛮新的一种方式 那可能对于你们工业设计同学来说 已经蛮熟悉这种教学方式了 那我们所设立的项目就叫做百万立方世界 它的规则非常的简单 就是让同学们利用一百万个 一米乘一米乘一米的立方体 自由组合形成空间 来建设一个人类社会 就相当于说这个立方体 是一个虚的一个空间 然后呢你像搭乐高一样 把它们堆积起来 在里面放上你的设备 放上你的建筑 放上人引入制度 就形成了一个人类社会 它的必要条件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是能源能够自给自足 第二个是能够维持 至少一百个人生存 所以可以看到 它是没有其他约束的 它是一个完全open的一个状态 让大家能够来 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 那么它还有不同的两个点 是允许自然界的物质 流露流出这个空间 但要对自然界的影响降到最低 那么特意设置这个条件 是因为我们要 有别于生物圈二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生物圈二号 就我们整个地球 它是生物圈一号 是我们天然生存的一个生物圈 然后美国人曾经在 他们那边的沙漠里面 制造了一个生物圈二号 它是一个完全隔绝的一个 小型的人工环境 他们期望就是说 通过这个人工环境的测试 将来在火星等等 恶劣的条件下面 人类也可以生存 但是我给同学们讲的是 即便他们成功了 当然他们最后失败了 即便他们成功了 当他们能够带着人类 移居到火星之后 然后我们把地球破坏完了 然后带着这个高科技 再继续去掠夺火星的资源 把火星再破坏完了 再去下一个星球 那我们好像自己成了 科幻电影里面的反派 这应该不是我们希望做的 我们希望还是能够 我们能够跟这个生物圈之间 能够和谐共存 所以我这边提到 是允许自然界的物质 流入流出这个空间 但是要将对自然界的影响 降到最低 然后还有个约束 当然跟百万地方是对应的 就是所有人为创造的东西 都不允许超出这个空间 最后我们是不计成本的 因为对于本科生而言 要去做这种工程造价 这些估算的话 太困难了 并且我们是要创造一个世界 也不可能估算出成本 所以大家是 钱不是问题的情况下面 去做各种设计 那么会出现很多好玩的东西 下面再来简单的 就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课的一些目标 那么它在知识层面 是希望能够学生对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导致的对环境 乃至人类社会的影响 拥有全面的认知 它不仅仅只是说 我今天烧了煤炭 它会有污染物排放出来 就这么简单 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 去理解它的影响 而是希望它能够拥有 对整个人类社会影响的一个认知 在能力层面 就是能够综合运用 多学科的知识能力 来解决真实复杂产品中的问题 因为我们百万例方 大家可以看到 它没有其他的边界的话 就相当于同学们自己 要根据真实社会当中出现的问题 来给自己设定这样一个边界 然后同时提升与他人合作 建立项目管理等非认知性的能力 那么在数字层面 就树立环保意识 能够探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什么叫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呢 其实我们现场去问任何一个同学的话 什么叫可持续发展 可能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提出 自己一点点的看法 有些同学想象的未来世界 因为你们做工业设计 肯定要去想象未来 在你们未来的想象当中 可能人类的世界是充满了各种高科技 非常炫酷的城市 但是对于有一些 他希望回归原始状态的人来说 比如说很多人他会希望 中老中南山 现在有很多这种话题 就是城市的白领 逃离我们的城市 去到乡下像比如说最近很火的 李子柒之类的团队 他们所出来的对于未来的想象 跟这种高科技的这种世界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 百万立方世界当中去探寻 自己关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这样一个东西 感知身而为人的责任感 那这块我就不多讲了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项目所学习 已经体会比较多了 我就直接跳过去 下面来看一下我怎么样通过的教学设计 来实现上面的这些目标 我们先来看一个同学们做的世界 这是上一届得分最高的一个世界 他们世界称之为是松伦 那这就是他们做出来的一个小世界 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用 自己的那个学习到的建模软件 跟渲染软件做出来的 那他们不仅仅是要设计自己居住的地方 他们还要考虑各个模块之间的关联度 比如说在居住旁边要加上体育馆 这样子他的体育活动就不用损远的路 那转过来那边的那个小的建筑 是他们的畜牧工产 他们在设计整个过程当中 不仅要设计他的外观 里面需要多少的面积 能够养多少的动物 需要养多少的动物 都要自己去设计过 然后这边这个比较萌萌的 就是他们的海水氮化跟三费处理 再转过来这个叫做风洋 他们比较创新的一种风力发电方式 我们用的都是近地表的风 他们是把它的飞船升到了高空 利用高空对流成了非常稳定的 一个风力发电的一个能量 正因为他们的能量特别的充沛 所以他们可以支撑 全新的农业生产模式 就是我们称之为植物工产 时间关系不能让大家看完所有的设计 那这边的海报呢 是综合了这么多年以来 我挑出来的一些海报 有非常漂亮的建筑设计 然后也有非常炫酷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理念 除了这些漂亮的外观之外 他们还要提供一份非常详细的世界说明书 所以这门课程其实还是蛮虐的 所以他们经常要通宵搞好久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世界说明书的构成 首先你要想 我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建立在这边 我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我的农业区 工业区 能源区 社会制度又是如何建立的 所以相当于他们要给 未来有可能住到他们世界的这个居民 提供一个说明书 说你来到我的世界以后 你将会怎样的去生存下去 那我们又是如何通过我们的教学 使得同学们能够做出这样一份设计呢 首先当然跨学科的教学 当然需要有一个跨学科的一个教学团队 那我自己是来自于能源工程的 然后我们还有来自于艺术与设计 有人类学 教育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还有来自于专业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 然后还有来自于工业科技创始公司的 他的一个负责人 他们都会贡献他们对于学科 就他们自身的一个学科优势来参与到教学当中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教学内容 那么这是上个学期的 这个学期已经又有改动了 上个学期是有奖能源的基础知识 然后是各个其他学科的模块知识 有城市规划农业基础 对吧 智慧城市等等 那么单单只是把这些知识放在一块 罗列出来 每个老师轮流讲一遍 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大家各个学科之间 还是很难产生这样一个组合 所以我们要针对真实的场景 来穿插不同的学科教学方式 比如说我们会让学生来提出一个flag 就是你们世界准备活多少人 你们世界的人均能耗准备是多少 这个是在课程比较早期的时候让他们来立flag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对于人均能耗这个指标还没有特别明晰的概念 然后大家就提出来可以看到差异非常大 然后随着课程的推进呢 他们会渐渐地发现就是说 原来人均能耗跟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在我们现实世界当中 对吧 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以亚洲为例 基因重组他们提的指标是3000 然后对应的生活水准就是吉尔吉斯坦 那么在网上最高的那个生命番州那个组 他们对应的就是巴林 就是中东那边土豪般的生活 也就一个世界可能过得都是非常惨兮兮的那种 比较传统朴素的生活 然后另外一个世界已经可以过成非常奢靡的 中东土豪般的生活 但是当他们这样一个再回到百万历番的之后 他们考虑的点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基因重组小组他们就要考虑 我在这么少的人均能耗下 如何让我的人民水平 生活水平进一步的提升 而巴林就是生命番州那个小组 他们只要考虑就说 在我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的同时 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可持续化 在这样两个前提下面 他们对于整个人类的科技体系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些会选择非常节能的 但是又舒适的 对吧 另外部分他会偏向于比较自然的被动式的一些技术 这是通过这样一个真实的场景来驱使他们对于技术的内涵 跟他的应用发生不一样的理解 另外呢 今年我们又有个新的点 就是说我们几个教师在头脑分爆了好多轮之后呢 又提出来说以四个关键词的流转来牵引学科的融合 它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这门学科最早的时候三个关键词 就是能源环境与人 然后今年我们加上了科技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它构成了能源环境科技人群这四个关键词 那么大家即便你们现在住在这里没有上我的课 你们闷闷隆隆也会觉得说 这四个词之间肯定会有非常复杂的关系的 对吧 人类会去使用能源 从而导致环境的变化 而这些能源的使用环境的变化 又是因为我们开发了很多新的科技所引发的 但是呢 这四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它是流转不定的 就你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它里面的一些新的内涵 然后随着课程的推进 比如说在前面几次课我会跟他们讲 你们要设计你们的世界 要有个基准点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但他们上完这个之后 人就移到中间去了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所服务的 我们要去吃 我们要喝 我们要有安全 我们要有友情 对吧 我们要自我实现 所有的一切都为了人类服务 但这也是我们传统社会一直过来 就是我们人类发展了这么几千年 一直以来的一个思维方式 就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人为主的 但是随着我们发现就是说 以人为主的这样一个概念 开始出现问题之后 我们想要去建设新的世界之后 我们要开始思考 百万立番 它新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这四个关键词又发生变化了 人跟环境开始跳脱出这个二维的平面 他们成为引导能源与科技的上层的一个东西了 但是再随着课程的推进 就是我又布置他们去思考 制定能耗和人口指标之后呢 他们的位置关系又发生偏转 能源跟人群变成了两个非常基础的 约束性的指标 然后科技跟环境要来满足我活这么多人 但我的能均人耗又是在这个level之下 它的位置又发生变化 再接着随着课程的推进 我开始跟他们讲很多关于能源的知识 让他们理解到原来能源是万事万物变化的基础 能源它的管异定义就是说 它是促使变化发生的潜力 任何一个变化 你没有能源支撑的话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像我现在在说话 我的能源支撑 我的声音能够传播出去 甚至传到新加坡 传到国外 后面必须要有能源的支持 那么在这种引导下面 能源可能又会变到更加的底层 就所有的一切的它的基础 都是以能源再展开考虑 然后再接着学科一换 城市规划的老师过来 告诉他们说 你所有的一切能源设施 必须在我的规划之内 你不能随便乱来的 对吧 你这条路怎么走 管道怎么走 那么同学们的脑海中的思维方式又变了 环境又变成了最底层的架构 所以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当我们只在一门学科里面的时候 我们都会认为我这个学科是最重要的 是整个社会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门类 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是为我学科服务的 那我们在这个课上面干了一件事就是 他们不仅仅看到了最重要的这一个学科 最基础的学科 他们同时能够理解到在他的上层 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 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流转变化 比如说在接下来讲人类学 那么所有的一切当然都是以人的思考为出发点 人类学又跑到人群又跑到底下 再讲科技术的选择 科技又跑到底下 等整门课程上完之后 他们可能又会回归到一个中了状态 实际上又是他们那个初始状态 就是这一切都是流转不定的 但是最初的流转不定 跟最终的流转不定 他们又不是在一个level上面的 这有点像中国的太极的一种思维方式 那我们也设置了不同的考核方式 跟就其他的课程不太一样 第一个就是项目设计 我们给了50分 然后体现小组的合作成果 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呢 所有的小组上台做一个项目展示 然后项目展示它不是由老师来打分的 是每一个现场的观众都有一张门票 你们来选择你们自己最喜欢居住的那个世界 把这个门票投给那个世界 那得票越多的 这个世界的得分也就越高 这个体现的是小组的合作成果 那后面呢 还有体现个人的付出 比如说你要紧扣百万立方的设计需求 来写一篇论文 那上面的每一个论文的题目 都是跟百万立方的设计是相关的 这边还有平时分是十分 那么它体现的是平时的一个参与度 通过收集学生的任务卡 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作业的方式 使得我们能够及时把握到 学生在整个课程中的一些进展 然后再来 除了这些教学设计之外 我们再讲一下一些特色与创新 我们这个课程呢 也采用了一个分组制的课堂 就传统的我们是这样一个 秧庭式排列的 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传统学科的教学 大概都能理解对吧 然后在百万立方上面呢 引入了这样一个原主跟专家主的概念 就是说平时所有每一个小组的成员 都是做在一块的 便于他们在课堂上面 随时讨论他们自己的世界的设计 但是呢也会给他们机会 就是说某一个小组里面 负责某一块内容的 比如说随便说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农业部长 每一个世界都有自己的农业部长 对吧 然后所有的农业部长 做到一块就可以开 联合国农业大会 那我这个世界是种水稻的 你这个世界是种小麦的 我们能不能换一换 我有米吃 你有面吃 那这就是一个概念 他们也可以由外交家 坐在一块去讨论 大家要不要相互协同一下 那这就是一个原主家 专家组的一个概念 另外呢 另外我们还引入了一个学习支架 作为教师帮助探究过程 和维持学生参与的方式 因为百万立方实在是太盘杂了 它涉及的学科门内几乎无所不包 如果完全扔给学生呢 确实还是比较吃力的 确实他们也真的是很吃力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供一定的支持 对吧 比如说帮助他们去制定 这样一个能源流向图 物质流向图 然后推荐书单 给到他们很多的项目案例 另外我们也有自己的 百万立方的一个官方网站 大家感兴趣了 也可以看一下 非常简单 不用看上面 下面这个就一百万多word 就通过这个短链接 就可以直接上到 我们的百万立方的官方网站 这就是首页上面 他们的一些设计 然后通过这个网站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可以进行 项目的展示和互评 就比如说这个小组 他贴在那边 那么有同学就会问他说 你这些设计里面 你的合肺要怎么处理呢 那他当然就要去 应答这样一个问题 这就使得就是说 这种教学过程 不再是老师单方面的传授 而是整个班级都在互动着 相互去督促 相互之间去学习 另外我们还引入了一些 专业的软件 比如说这边的MARS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一个渲染软件 然后GRAPH这边呢 本来是想 它是澳大利亚 一个团队开发的 本来去年想引入的 但是因为中澳关系 一些原因呢 暂时搁浅了 它是就是说 非常简单 用所见即所得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要计算 这个面积跟体积 对吧 他们这一拉 就它直接就算出来了 然后那边一拉 就看到日照的一些变化之类的 我们通过这些专业的软件 来帮助同学们 去设计这些 整个比较复杂的一些世界 然后那边是Vinus 就是一个全景故事生成器 大家感兴趣到 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就马上在你的手机 上面会出现 上一届某一组同学 他做过的一个世界 他你可以在里面 三维进行一个游览 那最后来总结一下 很多人没扫到是吧 那待会再说 那最后来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做促进 跨学科学习的项目式课程呢 那首先它最核心的就是 促进合作问题解决 就是我们要促进大家合作 在一起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它外围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学什么 如何学 来学的如何 然后围绕这三个问题呢 我们又有一系列的流程 就是选择项目 拟定计划 开展活动 形成作品 汇报成果 活动评价 然后在每一个过程当中 都有它比较挑战性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在选择项目的时候 你的项目主题 要是真实性的项目主题 你要有挑战性的一个驱动问题 所以我们给到了百万立方 这样一个非常真实 又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主题 然后要有探究性的学习任务 弹性质的学习计划 等等这一系列 都是我们围绕这样一个圆圈 来设计我们整个的一个教学活动 最后我们来再看一下 就是稍微吹一下我这个的影响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作品 它叫Bubble City 就是它们利用的是水能 那因为它认为 寒州是一个 有充沛降雨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它是用这个水 来驱动在水面上 漂浮的一些小bubble 这些bubble漂浮出组合之后呢 就能行这次每一块 就是它们的一个小泡泡 每个小泡泡都有自己不同的功能 那不同的泡泡组合在一块呢 就是开展不同的一些社区活动了 比如说你要烧烤跟洗衣服 烧烤加运动 或者其他的各种方式 你看这边几个泡泡组在一块 就能 这几个人就能干一个 BBQ的这样一个活动 对吧 那边它又有新的 其他的类似的活动 也就是它就使得 整个社区的公共空间 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功能 而是可以随着人类的变化而变化的 然后它的驱动能源 又是来自于水能 不产生任何的碳排泡 好 时间关系呢 如果说干百万力翻这件事情 它们到底有什么收获 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我觉得它们肯定是拥有 创造一个世界的快乐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图片上面都是晚间 我们拍的一些照片 那每个人基本上 还都是笑得很开心的 OK 那这边就是一些业绩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获选了 应该是这 已经入选了浙江省的一流本科课程 入选了主院的荣誉课程体系 刚刚也提到了 然后呢 被美院浙江理工 华南理工 武汉理工 听大等等都已经引进了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共情团听机室委员会呢 也举办了百万力翻 金浙百万力翻大学生极客挑战赛 另外我们也进入到了高中 比如说萧山中学 他们做的这样一个 被省教育厅评选为 中小学的综合实践活动 另外我们也走出了国门 2019年亚洲大学生峰会的 海外峰会场的主题活动 也定为百万力翻 然后呢 还有些学生的作品 在后续的一些活动当中 也有竞赛获奖 那我自己也拿了一个 省的这样一个教学奖 时间关系稍微拖了几分钟 谢谢大家 薛老师 稍微我们有几个问题 非常感谢薛老师 那个现场有问题吗 我先问一个网上的留言 就是这门课有可能做成木课吗 比较难 因为它木课的话 主要还是老师在传授知识 那这个呢 是要同学们有大量的时间参与 并且如果上过这门课的同学 也会体会到 就是我在课后 比如说在QQ群里面 跟同学们的交流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如果是做成木课的话 除非就是我也要 随时能够有个途径 跟木课的同学们 保持非常密切的一个交流方式 就他们还是需要 有一定的指导 而木课呢 往往还是一个 比较纯粹的知识传授性 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不太一样点 我自己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 其实年轻老师很多 有的老师刚刚上了一年课 两年课什么的 然后我们有很多研究生 将来也会从事 教学科研相关的工作 就是我自己在努力地 试图把教学跟科研 更多的同频起来 我不知道就是您在上这门课的 过程当中 有没有这种 就教学跟科研之间的互相的促进啊 或者互相的干扰之类的思考 老实说 就因为我这个课是在15年开始的 那个时候呢 完全是凭着我个人的兴趣爱好 因为我自己也特别想搞清楚说 未来世界到底怎么样 我们能源学科在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这完全出于我自己的个人爱好 我的研究是非常的 领域非常狭窄 是做智能空调的 大家可以看到空调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展现度 是非常非常弱的 几乎没有任何的体现 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 他基本上跟我的科研 是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也有好多人 好心人劝过我 说学老师 你不要在这上面 投入太多时间了 把你的科研干好 你才有可能上教授 OK 确实他们是 真的是出于好意啊 所以在前面的几年时间里面 其实并没有对我 这个科研产生太大的帮忙 但是现在慢慢地通过 我跟其他老师 跨学科的合作之后 现在真的是产生一些 反补的作用 比如说我跟高年老师 我们在规划跟能源 相结合这个领域 已经开展一些科研活动了 今年也拿到了一些 很好的项目 所以就是要可能要 需要有耐心等待科研 跟就是教学这两条 完全不同的路 要走到一块 但始终我内心是对这个 保有热情的话 我相信慢慢地 他们还是会 有所接触到一起的 这个可能的 好 我们现场有问题吗 那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 示意我啊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非常感谢徐老师 感谢感谢 谢谢大家 如果是我们的听众当中 如果是老师的话 其实或者是年轻学校里边的老师 其实会有很多的这种 关于教学科研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以及一门课怎么组织的思考 那这件事情 作为学生来说 往往是没有感觉 你只不过是坐在教室里边上一门课 但是其实在现在 在很多的场景下面 在这大的校园里边也好 或者在全球的高校里边 有越来越多的 即使是研究型高校 有越来越多的老师 在讨论如何上好一门课 如何把上课的这件事情 能够像做研究一样的 把它做得更有成果 做得更有价值 这个也是可能 每个老师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下课就能够优优独播剧场